整個星期五的志工 今天說我第一支主持這樣子 然後要先跟大家說的是從今天開始 整個星期五的每一次講座都會有直播 後面那個很帥的那個阿峰導演還在幫我們做直播 所以之後如果說你的朋友沒有辦法來到現場的話 你可以請他上蘋果去報或是Eye或者是哲學新期五的粉絲頁 都會有直播的那個連結可以請他看 那等一下呢就是大家可以順便跟全球的觀眾一起打招呼這樣子 好 那今天因為有看得出來有很多新面孔 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方便就是第一次來哲舞的人先舉個手 哇 太好了 這邊變很多 主獎也是第一次來 好 那我們簡單的講一下哲舞的原因 就是大家為什麼現在會坐在這 那外面的碗道的朋友就是中間都還有位子 可以直接越過順便自己還沒有關係 好 後面也都有位子 那哲學新期五其實是從10年8月左右 在台北那個穆哲咖啡開始的 所以有人也許有聽過台北的哲學新期五 那哲學新期五在做什麼呢 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 好 然後聊一聊就發現遍地開花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聊的東西其實什麼都能聊 只是有兩個重點 一個呢就是要跟公共性有關 所以譬如說大家可能有印象上個禮拜我們講了 欸 這個禮拜三我們講了電影 我們講了青少年貧窮話 那還有像譬如說今天要講的學懶 或是之前我們討論過棒球啊 或者是土地正義之類的議題 好 然後再來第二個重點就是 呃 我們希望大家在參與討論的時候 不要引經據點 就不要掉書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行為的人都加入討論 不要有那個知識門檻 所以呢 一講到這個部分 等一下呢 我們會有一個非常就是 哲學的特別的傳統 就是自我介紹 對 所以才會說請大家 等一下可以跟全球觀眾來的招呼 對 我們自我介紹呢 你可以講一講你自己的軟業或是背景 或是為什麼你會來 或是對這個議題有什麼樣的興趣 那可是呢 每個人都只有10秒 對 因為想必今天這個議題 大家可能是有非常滿腔的疑問追過來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沒有特別想要講的話的話呢 可以蒙縮買個時間帶給別人 好 那 現在 現在的機器 因為呢 我們就是機器的那個聚焦度有點問題 所以等一下大家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們會修一下那個投影機 請大家不要在意 那我們就先把麥克風從這邊開始傳下去 好嗎 二 二 二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好 我叫劉韻哲 薇哲六 我畢業是中興大學 那 以前是念水土保持 所以我對這個生態跟環境地質的影響很有感觸 那 之前也帶過無公家的那種設計建造公司 那 直到其實公家的這種的案子 一些問題 那 也感謝大家的關係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楊貝華 我在那個環境務實公會工作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鄭許茗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認識大家 希望今天愉快 大家好 我叫阿波爾 阿波爾 那 這邊很多人都認識我 都不多做介紹 但是我現在講說 纜車這種東西應該是大家 很多人都覺得說山區來講觀光 纜車這個重要的東西 是我們在享受美景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群人跳出來幫他 我覺得今天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深入思考的議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想問你 那個 我今天帶一個小朋友來 因為他想 他想要吃台灣地球 一定要不要自己介紹 他趕快在家裡 大家好 我是高少成 我是進大學學生 大家好 我幸福 然後我叫坦赫 我想要來學習 我不懂的事 然後想要看看大家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謝謝大家 然後我就小心 那我是在科普館工作的 那我是因為今天剛好有這個議題 然後就衝著這個議題重過來 那就是跟大家能夠互相聊聊天啊 對這個話都很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一位美術老師 那我也是剛下課想再趕過來 那也希望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講座 我可以更了解我們生活的這個環境 那關於生態環境的議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Iron 那個 因為我平常有在爬山 所以我今天會想要過來聽這個議題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阿里淑慧 那我是第一次來 我本身在做那個親子共學 那所以我對於這個議題我蠻有興趣的 就是我希望可以透過今天來了解 然後再把它帶回去 跟更多的家長還有小孩可以做分享 那我是蠻具體的 是希望說禮拜天可以多帶一些人去遊行 今天是阿里淑慧 有時候呢 恰萬議題在市民廣場那邊會有遊行 所以剛剛這個老師提到的就是那一場遊行 那想必等一下柯綠心應該會再具體再說明那個活動嗎 呵呵 好 大家好我是東海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叫劉慶 然後也是在台中待了26年了 大家好就是我是自己吃素吃了20幾年 然後對於環境阿對於生命這些都還蠻重視的 這樣也很尊重黑熊的話想要大家每天至少吃一禪數 尊重每個生物 每個生物都是非常的有靈性 而且非常有愛心的動物 然後因為每天才 好我不要講好了 對啊 每天至少呈現三萬的動物 因為口腹直癒而喪失 不只是熊貓 所以每個動物其實都非常的需要照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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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這個好辦的實習店長 我叫綠棒 我很高興大家今天來這邊 那我們好辦是一個共同行動空間 我們樓上是一個小型的辦公室 然後樓下是一個就是活動作業場地 就像今天就是折衣性企業這樣子 那我平常有很多活動 那歡迎大家就是常常來玩這樣子 那我們最近有一個獎座7月19號 就是在那邊有兩張 有一張7月19號的 是跟動物保護有關係的一個活動 那主要是請就是貓館、有愛吐這些團體 或是社會企業來談一些 怎麼樣可以更有愛這個台灣的動物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一起來參加 那我們右邊有一張那個台語文讀書會 那主要是就會邀請一個一本書的作者 一本書的譯者 那本書是富蘭克里的自傳這個書的譯者 曾正義先生來帶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念一本就是台語的詩這樣子 如果對台語有興趣歡迎一起來參加 謝謝 大家好我是大夫 然後我對那個生態跟那個一些環境的議題 還蠻有興趣 所以今天想要來深入了解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憲英吉 憲英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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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然後那個 今天最主要是 因為這個關心虛骨染車的議題 然後事實上 我們這個也是希望說 因為這個環瓶的部分 涉及到我們台灣最珍貴 而且最大的一個保護 來哺乳動物 那台灣黑熊 然後 裡面重來破壞到他的 一個影響到他 那個氣息環境 那今天我們那個主角人 國外人先生 他是我們台灣黑熊的研究一個 非常非常一個專注 而且用心的一個專家 然後希望今天能夠 有非常多的一個收穫 也很高興認識大家 然後也呼籲大家今天 這個禮拜天 下午 三點半 在我們這個 台中的視頻廣場 一起來參加這個 保護黑熊的一個大遊行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士豪 那我今天會來的原因 其實因為我是柯律師的粉絲 對 然後 這個活動本來是 十八號才到台 但是因為 遊行的關係 所以特別提前一個禮拜 就是今天舉辦 那希望大家也一樣 禮拜天可以盡量去參加遊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Sophie 然後也是因為對 這個議題都很搜尋 所以來參加遊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林嘉玉 我是從桃園特地來的 那四月二十七號 在桃園的法府 聽了柯律師 跟其他三位律師的演講 那我很感慨是 現在的這個法律的重鎮 好像從北台灣移到中台灣 因為像劉濟衛律師等等的 他們都是在中台灣 那 就是在FB上 柯律師他 邀請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我從桃園特地過來 那禮拜天我也會特地 從桃園過來到市民廣場 那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冠佑 我是現在是東海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的新生 然後會參加這個原因就是因為讀這個系 然後就是會參加這個活動 是因為禮拜三那個電影 然後就來參加這個活動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魏瑩 那我是偉小老師 所以想多了解一些條款什麼事 然後可以在課堂上面 找一個多東西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高義 然後目前是文化高中的學生 然後是因為律師老師 最近的學生才來 大家好 我是王巧琳 然後也是文化高中學生 也是因為律師老師 所以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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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高德 是由姊姊高一推薦來的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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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這麼高級 剛才被人是我第一口妹嗎 好 不知道去哪裡 好 好 今天一句話 我只會讓他來一個脫離了 這樣子 大家好 我叫王國珍 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 在關心 我們大家心得 相關的 給我們一個心態更放心的運作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叫李耀寬 我讀東海大學食品科學所 然後我今天會來是因為對這個議題 覺得就是很有興趣 然後也是因為禮拜三 我有去看那個電影 然後還有去參加那個後面的討論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 我去搞 然後我是從事設計產業 然後希望大家今天這個很棒的收穫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小禎 我是那個中心大學的學生 然後我是台中人 我喜歡大自然 然後我也喜歡卡山 所以 因為我喜歡他們 所以會關係這些議題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宇欣 然後我以前是一個轉身師 然後 然後 來做藍合自然 來的關係 今天這麼多人來關係這些議題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阿葉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木梅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是我兒子邀我來了 那因為那個 我覺得台灣飛行女蠻可愛的 但是我們對她好像都不太了解 所以今天過來一定會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何思凱 我現在在台北讀大學 然後剛剛是我媽 我想說 我真的帶她一起來了解這個帶地的議題 謝謝 可以問一下為什麼 是特別高興建議題嗎 好 因為我 就是暑假回台中 然後在台中待的時間 就是不一定 所以 想說有機會就來 所以暑假有三個月 一共有十二個禮拜 那就歡迎你十二個禮拜 來過來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仁芳 然後我現在在 八卦山上 當清照營 生態解說自光 謝謝 可以聽一下是怎樣的 生態解說嗎 對啊 哈哈 因為你這個禮拜三也有過來看電影 對不對 嗯 對 就是 八卦山上有一個 有一個 舊軍營它叫成功營區 然後現在是 彰化藝術高中的校地 那縣政府把它 可以辦當那個 綠色環境學習的地 然後我們會在那邊種 一些台灣人心中 或者是 一些 很 多樣的植物 然後 以不會破壞當地的生態為民者 因為其實在那地方的 氣候跟一些環境條件很適合 種植各式各樣的植物 然後 呃就是 那個 成功營區是一個 大概平常都去散步 或者市場館的地方 那 如果有團來 跟我們預約的話 我們就會帶它導覽 然後跟它解說營區的歷史 因為它以前是一個 軍營 然後 裡面有一些歷史的演變 然後還有那個 各式各樣的食物跟生態 這樣我們會做解說 那有分成人團跟少年團 那我當然是少年團成員 所以比較不專業 謝謝 大家好我是小火 我已經是第三台 第四次來捷舞 然後不能來的時候 我會盡量看直播 就真的很喜歡捷舞 然後因為 所以 現在就是藍車的議題 就是 大家都怕有關係 推選喔 因為最近太忙 實在沒有辦法好好看文章 所以就來這邊收歌專家的指示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蘭耀菊 那 我從事 音樂創作 那我今天會來到這裡 參加這個議題 是我覺得 創作跟我們現在面臨社會的地鐵 有密切的相關 對 像是我們前陣子的開花學運 有很多音樂人 創作出很多歌曲 這樣子 那我覺得 音樂部分立場 求真理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佛林 我現在就讀台中科技大學 對國度的環境也有興趣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楊維珍 我是高級學校老師退休 我一直覺得很關心這樣的議題 尤其對於台中市政府 一直在花很多錢 幹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我一直很感冒 那另外呢 就是因為我女兒本身是學生態 生物生態 但因為她在美國 她對於不能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她很懊 我說我幫她來 我會帶著她一起來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行 然後 對這個議題蠻好興趣的 然後之前那個 國民的副中文講過一句話就是 愛海廷會轉完 那也是因為會幫石化 然後我們這好像會 好像都只要 大的東西 然後自己比較原始的東西都好像不重視 希望能夠今天帶大家一些東西回去 謝謝 還有我跟楊舒萱 然後今天會來是因為 對這個議題感到我們有興趣 然後因為陳真不在準備考慮不是很完結 所以我決定今天要來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已經大概第六次來了 我是國中的歷史老師 我叫秋招舞 那我對這個議題也很有興趣 雖然我們即將移到海中 那我希望我們的生態一直能夠保持原狀 那我也是一個喜歡爬山的人 不希望這麼輕而易舉的 就直接的到那個地方 那這樣的體驗是完全是 我覺得很殘缺 謝謝 我是楊甘宏 今年就有陪台中二中的學生 對 然後我是生態保育社的社長 對 所以我對這個議題滿好興趣的 那我目標是 就是以後可以一起研究黑熊 謝謝大家 對啊 我是像這樣什麼都沒有選 然後我第一次來什麼都沒有選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你們 我是你們的台中道台海武師 我以前有一個背叉 雖然你做台服很重 我今天已經有背叉 我跟他講一個比較特別的台語 雖然我背叉的時候有出過的情 我們說我們以前 歡迎大家知道 我們以前有三個山頂有一個背叉 然後有一個背叉 比如說 你們的同樣 是我們家 按摩 謝謝大家 我們剛剛好不要做 我覺得後來是因為 因為熊可愛 然後字體很好看 大家好 我是Cookie 曾經有人送過我一隻黑熊王偶 所以就留下了婦姐之眼 然後非常感佩 就是在這條路上 辛苦你這個工作的忙 謝謝大家 我們再次將進來了 但是在我們四角 나오著就 比較要自我介紹了 大家好 或我們是江大翔 不好意思 沒玩到 我們還有哪一位 沒有自我介紹 除了剛剛來的 好 那從這邊開始 我們進來就要自我介紹 好 大家好,我是Dum,我們在附近的NPO上班,你們出面過來看看 大家好,我是湘寧,然後我是... 對,就是同學,就是從以前大家蠻常叫我湘寧,然後我後面變成湘寧 那我是台中人,但是我在台北上 然後今天剛好回來台中,謝謝大家 大家好,我是...反正也是台中人,然後做城市相關 然後就是看到相關的消息,所以請問我來個景象 還有哪位沒有說,我就說阿伯,阿公阿公 大家好,我是這星期五的指導,我叫廖寧師 我今天來,因為我... 我剛才聽很多人說八三四,其實... 因為我在台中,我這幾年... 天幾年,加營成,我有在背,就要聽... 我聽很多人說八三四,對這幾年來是... 因為這幾年以前,我就說你來說,很煩惱 因為我在想說,你如果... 我本來在看的景色不是這麼漂亮, 我本來保留的東西是這麼漂亮的東西 有些人說這樣過 我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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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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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但... 來了解這個... 我們... 我們... 這個... 我們... 阿公的... 我... 好... 謝謝 最後輪到我了 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我是哲學星期五在台中的策劃人 其實我也是志工 哲學星期五其實是由一群志工 我們一個志工的團隊所組成 固定每個禮拜五在這邊舉行的一個公共論壇 這樣一個活動 我剛剛看到有很多人其實是第一次來到哲學星期五 然後我們開心,因為我們希望每一次來的人都是新面孔 新面孔就可以把不同的議題帶出去